102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新春团拜 24日上午在彰化县原住民生活馆原型广场热闹举行 彰化县长卓博元、立法委员王惠美、县议员陈荣妹 以及民政处长邱世平等县府主管 与原住民朋友举杯共饮小米酒互助新春快乐 彰化县原住民的新春团拜 我们看到在经过了一年 我们每一位原住民朋友大家都满腔欢喜 大家都共同的团聚在一起 我们彰化县是一个原住民很幸福的大家庭 我们全县的原住民达到了5,115位 而且因为我们的福利做得很好 我们原住民的人数不断地增加 我们彰化县政府各个团队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与我们原住民朋友大家共同打拼 今年原住民新春团拜活动内容热闹有趣 有原住民传统舞蹈表演 原位烤山珠、摸彩、消费者保护及法律辅助宣导等活动 卓县长也穿上布农族服装与原住民朋友同乐 并在摸彩活动中亲自抽出县长奖 32吋液金电视的幸运得主 由排湾族的林金花女士获得 她开心地表示 每年都会来参加新春团拜 回家后要与亲朋好友分享幸运与喜悦 26个乡镇的乡亲朋友来到我们现场来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把这个原住民生活馆呢 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大家 是大家的 当作我们的家 那这几年呢 我们原民馆呢 越来越多乡亲呢 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每年我们会做一些的培训 手工艺的培训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插花也好 还有穿租也好 还有一些编织 还有我们的这个蒙润都有 如果说大家对手工艺方面有数据 都可以打电话来这里闲问 县府十分重视原住民的各项 福利政策与生活辅导 希望原住民家庭居住的生活品质 可以提升达到最好的境界 在姜华安居乐业 公益频道林俊明 姜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扇订阅